现在玄湖居已经病入曙光医院 成为医院里一个中医诊堂 而且叶浩轩广招中医高手 只要是遇到合适的 不管是高薪还是想其他的办法 一定都要挖过来 所以现在中医诊堂里面 已经有二十多位白发苍苍的老中医 尽管是这样 但是中医诊堂的人气高得出乎人想象 二十多位老中医接诊的人数足以抵得上 其他的一些小型医院 如果不是考虑到这些老中医年龄都大了 每天接诊的人数都有一定的数量 这些老中医还真的是吃不消 曙光医院的整合已经接近了卫生 王铁柱成立的远营安保公司里面 包含了君子的情报部门 曙光医院几乎是烂到了骨子里 君子这段日子亲自带人查曙光医院的事情 医院之前的医生们祖宗八代几乎都被他翻遍了 叶浩玄吩咐 医得人品有问题的疑虑不要 你的医数可以不高 但你必须有一颗正直的心 曙光医院不收垃圾 与其让那些医得人品有问题的人来拜医院的名声 不如早点把这些家伙清除出局 叶浩轩打的旗号是宁缺勿滥 由于叶浩轩现在的名声很小 他本身又是中医协会的会长 所以他的呼声很高 曙光医院里清理出来的医生 几乎让整个医疗系统瘫痪 但是第二天一个特殊的医院招聘广告 就挂满了各大医学论坛 这个帖子就是曙光医院招聘信息 上面注重不要求你医术有多高 不要求你的学历有多高 只要你有一颗正直而且勤学好问的心 都可以来曙光医院应聘 更重要的是 医生的资金工资不与业务挂钩 而是与病人的评分率挂钩 其实近年来从中央到各地都陆陆续续的 有关于禁止医生收入 与医院业务收入挂钩的政策 此政策推出的目的是 想遏制大处方 过度医疗 红包等医疗乱象 净化医疗风气 但是现在的医院都是 上有政策下有硬策 政府出台的政策出发点是好的 但是上面一套 下面做起来又一套 就拿简单的新农河来说吧 医疗报销最高达到90% 但是现在医院接诊 一名住院的病人的时候 一系列检查费用 是不计入报销清单里面的 而且病人住院半个月后 不管病情有没有变好 都必须出院 想继续治疗可以 你再检查一次身体 再给医院投入点钱再说 医疗系统其实是块难啃的骨头 尤其是华夏这么大的国家 管理起来真的不容易 不管是哪方面出台的政策 执行起来都相当有难度 这种奇特的薪酬方式在国内医院 还是首屈一指的 每个医生在接诊完一个病人以后 都会要填一份评分报告 而且病人出院后会有专门的人 为他们复诊 评定等等 然后有专门的部门 对病人的情况以及医生的态度 进行评级 每个医生在月底会收到一份评分报告 医生的工资都是按照评分报告来发的 医生的工资不再与业界挂钩 而是根据医生的水平 以及医疗态度 还有病人的满意度来评定的 当然 为了防止一些素质比较低的病人 胡乱评分 医院特别出了规章制度 如果评定的时候 发觉病人故意恶评 那以后这名病人将列为 拒诊的名单 这就好比是某宝上的好评差评一样 这样可以大幅度的提升 医生的医疗素质和医疗治疗 病人不再是一点小感冒发热 就做一系列的检查单 招聘的事情就由唐冰 还有那个民间医疗小组去办 叶好轩特意把这几个年轻人 从清源调了过来 因为他知道这几个人都有一腔热血 想凭借自己的能力 真正的给老百姓做些事情 招聘的第一关就是人格考察 每隔前来应聘的医生都要填一份调查卷 从这份调查卷上面 可以让人大致了解 这个人的性格以及品行 这份调查卷是叶好轩让埃里托美国的著名心理大师列出来的 一般来说只要达到八十分 这个人的品行就会没有多大问题 而且不及格的就直接刷下去 及格的人还要再经历一场面试 面试过后才是医疗方面的考验 除了医生的基本工资和奖金以外 这里的福利相当的不错 叶浩轩不弄无险一金那些虚的东西 他直接规定在医院工作 有一定的年限后 只要表现良好 而且无重大过错 直接可以在京城拥有一套一百平方的房子 这个条件是相当的引诱人的 要知道北漂一族最大的问题 就是房子的问题 这个消息等于说是一个重磅炸弹 让大部分的人都不淡定了 送走了一名应聘者 唐冰柔柔发晕的脑袋 这几天可算是把他这个副院长给忙坏了 每天要接不下数十名应聘者 叶浩轩推门走了进来 看到唐冰有些疲惫的样子 他有些歉意地笑道 对不起 这几天让你受累了 谁让我摊上这么一个喜欢做甩手掌柜的男人呢 唐冰武无奈地说 他娇笑道 其实这跟媚姐比起来 还真的不算什么 等医院稳定了 走上正轨以后 就没有这么忙了 辛苦了 唐大院长 叶浩轩坐到他身边 我只是副院长 你才是正牌院长 当院长的都干过副院长吧 叶浩轩突然道 是吧 当院长的都干过副院长 不过你是个例外 你连正规的主治都没有当过 唐冰道 他突然明白了叶浩轩话里的意思 脸瞬间红了 他捶了叶浩轩一拳 称道 讨厌 人家都快忙死了 你还不正经 哪里不正经了 我哪里不正经了 是你想歪了吧 叶浩轩故作吃惊地问 就在两人调笑的时候 有人砰的一声 把办公室的门踹开 一名三十多岁的人 气冲冲地走了进来 把一份简历趴地往办公桌上一甩 然后怒道 你们是什么意思 我想问你是什么意思 就这样闯进来 你有礼貌没有 叶浩轩皱眉道 我好歹在别的医院 也是名主治 好歹我也是到美国医学院进修过的 为什么面试都没有 第一轮就把我刷下来了 那人怒道 叶浩轩拿起他的问答卷一看 只见上面只得了三十几分 他淡淡地说 不好意思 你第一关笔试没过 笔试 这也算笔试 这只是一个调查卷罢了 你们就这样可以判定 一名医生的好坏 好笑 男人像是听到了 这个世界上最好笑的笑话一样 这个笔试 是一个人的性格以及品行 不好意思 三十分 是我见过的笔试里面最差的分数 唐冰淡淡地说 一百分的问答卷 而这个家伙只得了三十分 这个问答卷是请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亲自出的 可以极好地展现出一个人的品行与医德 只得了三十多分 那这个人的品行该是差到什么程度 你的意思是我的品行不行 那人大怒 他喝道 我在京城第三人民医院干了十几年了 还没有人敢说我的品行不行 再说 凭这么一份破卷子 你们就能调查出来我的医德 叶浩轩拿出一个平板 进入一个资料库里面 输入了这个男人的姓名 然后调出一份资料 他把这份资料往男人的跟前一丢 淡淡地说 你可以看看这个 这是什么 男人有些疑惑地接过了平板电脑 寥寥地看了数眼 他的神色大变 脑门上的汗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 因为这份资料上面清清楚楚地记着 他在某年某月收过病人多少红包 然后还记着他什么时候 潜规则过实习女医生 以及一些足以能让他坐上 大半辈子牢的罪状 别把这里当成一般的医院 不妨给你透露个消息 这是即将要和瑞典进行医学交流的定点医院 高层对医院的人才相当重视 所以你们的简历投到这里以后 会有特殊部门把你们调查的一清二楚 你感觉你的人品很好 叶浩轩淡淡地说 对不起 男人抹了一把额头上的冷汗 你放心 你的资料将会在24小时后删除 虽然我真的很想把你送到监狱 但我们只是招聘 希望你能把握好这个改国自新的机会 另外 学历不代表什么 好自为之 叶浩轩淡淡地说 谢谢 谢谢了 男人一连鞠了几个躬 他清楚这份资料的重游戏 如果真的流出去 他十有八九要坐牢 还有 这件事情你最好不要说出去 不然的话 后果你懂的 叶浩轩又交代了一句 请放心 我不会说的 打死我也不会说的 男人惶恐地退了出去 然后没命似地逃离了这个地方 还是你这招管用 唐斌笑道 这个系统还挺管用的 看来我从乡下找来的表弟 水平果然不一般 叶浩轩笑道 医院的系统就是二叔公的孙子 刘凯安做的 这小子的计算机水平 在京城大学排行第一 用来做这个系统 简直就是杀鸡用牛刀了 就连八人小组里面 电脑水平最高的君次 也连连叫好 说是叶浩轩给他弄来个宝啊 其实招聘的时候 他就让君次的情报部门 弄好了一个资料库 大凡来报名的资料 他都会让情报部门调查 再加上有叶庆臣的支持 以及行思成他老爸的权限 所以查清楚这些家伙们的底细 很容易 如果有劣迹的 是绝对不允许进入曙光医院的 叶浩轩已经做好了打算 曙光医院是平民医院 费用方面一律按成本价 平民优先 在医院待了一会儿 叶浩轩又到中医诊堂那里看看 这里有处理不了的病号 一般都是等他来处理 叶浩轩走到了诊堂里面 只见一名戴着口罩 穿着短裙的少女 再向一名老中医 哭哭啼啼地说着病情 那名老中医听完了 这个女孩的诉说 她把了把脉 问了问基本情况 然后让那女孩摘下口罩看一下 当那女孩摘下口罩以后 叶浩轩吃了一惊 只见那女孩的嘴巴上 长了一圈浓密的胡子 那模样看起来滑稽又好笑 难怪她一直用口罩挡着嘴 原来是这个缘故 老中医看了看她的情况 然后有些无奈的压压头道 你这个情况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这样吧 你留下联系方式 等叶医生每周来的时候 我们给你共同会诊下 不用了 我就在这里 叶浩轩笑着走了上来 哎呦 你看 叶医生来了 你让他帮你看下吧 老医生连忙站了起来 叶医生 你看 我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如果连你都治不好 我 我不活了 我男朋友还不知道 如果因为这个 他不要我了 我我真的不活了 女孩红着眼圈哭嗦 任哪一个女孩长了这么一嘴 比男人还男人的胡子 也会接受不了的 叶浩轩伸手在她的脉搏上 点了点 然后笑道 最近几天是不是感觉 时不时的燥热 而且口干 每天要喝大量的水 对 我最近是感觉到热 但是这胡子前一天还没有 就是一天晚上醒来 和我梳洗的时候才发现的 我去过很多医院 大大小小的检查 做了不下数十个了 可是还是没有查出来病因 女孩郁闷地说 不好意思 大家都先暂停一下 我给大家讲个病例 叶浩轩拍拍手道 在中医诊堂里 几十名老中医 都是医道高手 一身行医经验不容小觑 他们来到这里不是为钱 也不是为了名声 而是为了能让自己的医术 再经济一步 普天之下除了叶浩轩 没有任何人 又让他们的医术 再经济一步的能力 听到叶浩轩的话 几十名老中医 不约而同地站起来 向跟前的病人道歉 然后走向叶浩轩 大家可以看看 这女孩的情况 是怎么一回事 叶浩轩小了 这二十多名老中医 一次从女孩的跟前走过 为他把脉 有些人还问些问题 当这些人诊断完之后 已经是过了将近 一个小时的时间了 大家有没有什么发现 叶浩轩笑道 叶医生啊 单从脉象上来看 这位姑娘的身体 没有太严重的问题 除了一些虚火之外 我诊断不出来别的 一名老中医道 对 我也感觉 有几名老中医 说出了自己的意见 叶医生 我 我的病到底是什么病 看到眼前这架势 这女孩不由地慌了神 她以为自己得了什么大病 要这么多的老中医 一同会诊 哈哈哈哈 小姑娘 你不要怕 叶医生 是在给我们讲课 你的病例 比较特殊 但你放心 只要叶医生在 这都不算什么大问题 于老笑道 讲 讲课 那女孩神色一致 她有些难以置信地看着 那一排站得规规矩矩的老中医 那认真的态度 就像是小学生一样 就差把手给背到身后了 其实这姑娘的病因很简单 这种症状 是由暴隐症引起来的 也好悬导 再加上这位姑娘身体里面 阳气比较盛 阴阳颠倒 五行之气紊乱 才会发生这种情况 暴隐症 竟然是暴隐症 刚才我还有些疑惑 经叶医生这一提 这才算是明白了 原来是她身体里 五行之气紊乱造成的 这种情况 是啊 叶医生诊断得真心 这些老中医都是医道高手 经叶好轩一脸 他们瞬间便明白了过来 但是那女孩还是听得一头雾水 叶医生 我不太懂 什么是暴隐症 女孩疑惑地说 你父母都有糖尿病吧 叶好轩道 你不妨查下血糖 这个病用西药的说法是 一线分泌不足 而正是这种原因 使你身体里面的激素 发生紊乱 所以才会导致这种情况 不过你的情况比较少见 汤 汤尿病 叶医生 你是说我成糖尿病人了 女孩吃了一惊 蒸蒸地说不出话来了 她的父母都是糖尿病 所以她知道这个病很难产 一旦得上这个病 以后她就离不开药了 严重的话 还可能天天要打胰岛素 她现在还很年轻 以后的路还很长 她不想成天吃药打针 你的生活习惯不好吧 熬夜 吃饭不按时 而且喜欢吃油腻的 叶好选问道 是 是的 女孩答道 糖尿病的遗传几率极低 但是父母有糖尿病的 如果生活因素不好的话 也容易得这个病 因为你之前的生活习惯不好 所以才会患上糖尿病 叶医生 你有办法治好这个病吗 我还年轻 我不想成天吃药打针 女孩流着泪说 别把这个病想得太可怕了 您现在是糖尿病初期 如果你能坚持 按照我跟你说的方法去做 这个病 也不是没有可能逆转不过来 好好 我一定坚持 我一定能坚持下来的 女孩双眼一亮 她激动地说 叶好轩随手写下了个药方 交给她 说道 以后改改你的坏习惯 晚上九点睡 别熬夜 早上七点准时起床 然后吃些东西 半个小时后 散步或者慢跑 这个药每天晚上 睡觉前吃一剂 一个月后 我保证你的病 能逆转过来 真的叶医生 那女孩又惊又喜地问 当然是真的 但是前提是 你能坚持下来 不要三天打鱼两天 晒网道 你父母都是这个病 我想你应该清楚 这个病 晚期并发症的后果 我能坚持 我一定能坚持 女孩接过药方道 请不吝点赞